買車買房都在買 衣服也在買 香水也在買 都花一堆錢 你說不花錢在自己臉上 這不合理 你農我農 你的問題我最懂 我是精華醫美症所 指其外科成為農醫師 麻雀編鳳王 成為人氣王 大家好 我是精華美醫的鳳書醫師 那我們這一次也是錄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夫妻檔都是整型外科嘛 也有點年紀了 那我們想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兩個互相做手術 台灣手力 那手術的項目包括 雙眼皮 縫的 眼袋 內開脂肪回退 跟全點補子 然後還有鳳凰電波 張醫師就是補月的時候就要生產 所以他在作業職的時候其實是有空 然後順便可以做這個手術 那當然是由我來指導 來手術 因為其實在住月的時候很多女性都會問 能不能手術啦 麻醉藥不安全啦等等 其實是OK的 麻醉藥是非常安全的 大概20小時之內就會被完整的代謝掉 所以如果媽媽想要餵母乳 就先把母乳擠著放 然後來手術 那過了一整天之後 你的母乳就是非常安全 使用上是非常安全 小孩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好 大致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是 我們希望說呈現給消費者 是說 平常我們在手術的這些項目 是我們非常信任的 甚至我們信任到連我們自己都互助 所以這個就無庸置疑啦 稍微講一下就是快速講 雙眼皮縫 我覺得幾乎沒有任何缺點 除非你只能割 比如說像提言剪輯或皮太多 要不然縫的好處 包括它非常自然 沒有傷口 又可以取脂 然後修復期短 好 七天可以化妝 然後它不會掉 好 我們兩個縫法是不會掉的 那當然你的皮會老會垂 那是自然的 可是你的雙眼皮就是不會掉 上一次以前年輕的時候是單眼皮 年紀稍微大的時候 它眼皮是下除光輝症 看起來隱約有雙眼皮 其實那個不是真的雙眼皮 好 那再來就是眼袋 眼袋回推基本上是自然的 也是沒有傷口的 再來補脂 大家就會比較問說 為什麼王張醫師需要補脂 那因為他覺得 他生小孩子 這是第二胎 所以他覺得說 有開始有點在老化癖 有點下垂 腹氣供凹 蘋果肌凹 那這方面是可以用補脂來修飾的 那補脂我覺得提供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 它可以讓你臉型看起來更順 甚至補完脂看起來臉更瘦 第二個是你的皮膚會變好 所以它整體下來其實是回春的 那當然張醫師有特別要求說 不要讓我把它補成像網紅 因為我的風格會比較有點網紅的風格 所以我對他來講 我就是做非常自然 微調 我希望是回去稍微年輕一點 對 因為生完好像真的會有脂肪的流失 在對著時機做回田的話 可以延防老化的過程 狀態可以維持得比較好 生完第一台的那個超明顯 對 一拜回推這個 我們還是覺得效果是最持久的 因為它還可以同時把LEGO做一個結局 不會讓你的皮膚肌這個地方更塌陷 再加上全點補脂可以比較回春的狀態 我覺得會是最好的選擇 阿鳳凰電波我覺得 如果有同時補脂的話 其實發數我覺得不用到900發 如果是全點補脂的話 補脂的地方基本上是最好不要打 鳳凰或者是銀波啦 要同時做就避開它 那600發我覺得還蠻夠的 針對中夏兩家博文 而且鳳凰電波現在打起來 目前滿意度就100%我覺得 其實說真的我們看了太多 陳畢師的修復的狀態 很特別的 你都很好很好 然後你自己都很心動 對 我看到自己都心動 原本我是想說我先做 不過他懷孕了就讓他先做 而且男生其實比較怕痛 所以雙眼皮膚比較怕老實講 女生跟男生比 我覺得男生真的比較怕痛啊 我打肉毒都很怕了 就是謝謝老婆 衝低一個猛 那當然我們就會錄下一個 就是他做完的樣子 比如說阿不正這樣 我也在跟大家分享 修復的過程 然後還有怎麼去照顧 還有後續對 只能走出一個真實體驗的評價 所以我們親身自己體驗 最不利我覺得是最高的 當你合併雙眼皮眼袋 全年不只加了 鳳凰電波 所向無敵嘛 那當然客人現在如果在看 就會說 多少錢很貴 都是錢的問題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可以講嗎 投資自己啦 這一定的嘛 就是說 你把錢花在自己臉上 不值得嗎 當然值得啊 買車買房都在買 衣服也在買 香水也在買 都花一堆錢 你說不花錢在自己臉上 這不合理 當然是最值得投資的 就是花在自己身上 OK Yeah 很棒 那歡迎大家 下個月就要做 按讚 留言 分享 那其實這個 等一下還沒結束 其實我們這個已經想了很久了 懷疑一開 我們兩個就討論過這個 要不要這樣做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反正不是我先做 所以OK 但是他做完我一定會做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期待 OK